美国到现在 这个国家还在讲什么 美国是民族大熔炉 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局 基本上是以Anglo-Saxon 价值文明为中心的 一个强迫同化的一个作为 所以在美国 你以为只有欧洲的移民 别的移民很多 比如说回教国家的移民 在今天在美国 还有几个能够继续 信奉他的回教 没有 然后你会讲 你讲你这些母语的 你到了你带到美国去 你第二代 你一定要放弃 你的自己的母语 文化认同 通通要把你强迫的割断 这种的国家 今天哪有资格 去对人家的国家说三道四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多元宗教 多元民族 和平相处 大家共融团结 这种局面 不是对世界人类 对世界的和谐一项贡献吗 为什么美国要去挑起 这些中国境内的 这种民族 甚至宗教的矛盾 用心非常恶毒